各位鄉親、各位網路的朋友,非常高興我們可以各位網路來開港。 上一集就是丹龍開港第16集,因為我們有補出很特別的台美人第一台結出的學者,楊心儀, 要去洋宿,這個節目就補出來了。我接著很多電話或是電話,大家都幫我俄羅,說應該要拜更多的節目。 但在很多這些努力,在俄羅的這些努力,就是記者說,我們應該要重視在第一次台的節目。 我剛才在想說,現在不知道要怎麼找,天涯、海角,不知道要找什麼。 剛才來一個救兵,就是從台灣來,在四星大學,在做大眾傳播教授陳品浩教授,拼拼拼拼教授。 他是有來美國十四年,在賓州州州立大學,拿到大眾傳播的福祉學位。 回到台灣已經十年,在四星大學,在教授文。 他的學生,他已經都在很多主要的媒體,包括平面媒體,包括電視、電台,都已經在那裡。 還有一些這些前線,第一線的,採訪、邊針,這種的工作。 所以平浩,感謝你剛才找不到人,你剛才走來。 謝謝,謝謝。 我們台灣人,不是台灣人,我們以前的唐氏一句話說,君子故鄉來,應子故鄉死。 君子故鄉來,應子故鄉死。 你如果對故鄉來,你又對這些,現在大家最關心的,對最近的什麼旺中,很多這些NCC的問題,甚至是包括台灣的媒體, 差不多跟論壇說,沒有後來有一支很大的鼠、黑鼠就是中國,那就是要查一下。 還有包括國民黨,一直都沒有在幫這些NCC的很多, 可以說是很不好的這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你這樣實質,有在教學, 還有你如果觀察很多,聽說你以前有民視的國標, 所以你後來,或是教民,或是高等,教民,或是實質,在學術, 還有在實質的practice中間,你都有存在。 是不是以往中先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還有海外這些台灣人,特別是關心台灣的媒體, 會有很多亂相,是不是最近也有一些所謂民主, 有的,所謂在電台的這些,遊走歌電台的這些人, 有的要配平,有的甚至是各個同行在裡面,就看不出來, 甚至從往中這個事件開始,這樣講給大家了解一下。 OK,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來講一些我們台灣的媒體的事情, 是因為,以後我對每天這種東西,因為我九十年都用北京外來講, 比較順,以後我都用北京外來講。 有關於旺中併購案,我們首先給大家一個很重要的認識, 旺中其實指的是,這個媒體集團叫做旺旺中石集團, 他在2009年的時候,或2008年的時候,由旺旺集團的蔡衍明家族, 將中國時報從原先的創辦人家族,也就是余季中, 然後後來是他的兒子余劍欣,把這個集團全部埋下來。 那他當時已經是相當大的一個等於是綜合性的, 混合式事業企業財團,因為他,往往我想各位都知道, 他做先輩做食品的,那他從中國時報並過來的時候, 中國時報其實也相當的大,他有中視中天這些媒體集團。 那所謂的現在的目前在台灣最大的爭議,也就是旺中這個媒體集團, 他要把全台灣號稱第二大的有限系統業者, 其實現在都應該要叫做多重系統經營者,叫做中家,叫CNS, 那買下來,他目前的中家的老闆其實是韓國的,叫做MBK Partner。 那但是現在的問題就開始引起了很大的疑慮, 我想各位這幾年海外的台灣朋友都知道,過去這兩三年來, 汪汪集團利用他的媒體做了相當多一些很奇怪的行為。 那其實也就是因為他有這些行為,讓其實台灣的所有的學者, 或者是學生,或者是一般社會大眾,開始對他有疑慮。 那他買下了這一家中家有限系統業者,或者是其實應該叫做Multiple System Operator, 叫做多重系統。 因為中家,或者是現在台灣第一大的叫做K-Brock, K-Post系統,他們將來已經會發展成, 隨著國家的通訊政策的改變。 他們以後將不再只是,所謂的有限系統,電視系統業者, 他們可能還兼做手機,寬頻,無線上網, 然後各式整合性的媒體的一個經營。 所以他在未來整個國家的通訊事業發展裡頭, 他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大。 那現在的問題,我們先把所有其他有限寬頻, 或電信業都放在一邊。 中家現在在本身台灣的有限電視系統市場, 占百分之三十,大概三分之一的有限系統業者, 其實實際上,不管掛任何的名字背後, 其實全部都是中家。 那旺旺把這個媒體買下來之後, 他等於控制了台灣的有限系統業, 大概三分之一的市場, 那變成了一個非常微妙的情況。 他本身是媒體做媒體業, 那他又是有限系統業者。 以台灣目前的生態來講, 電視台其實還是對有限系統業者, 必須要有一點敬畏三分, 否則你的頻道是不是能夠上得了, 在這些有限系統, 或者講的比較簡單, 你電視觀眾, 你能不能看到這些電視台, 其實是操縱在有限業者的手上。 比如說,像這邊各位台灣的朋友, 你可以看到的台灣的, 來自台灣的有限電視, 為什麼只有你現在看到東森美洲跟中天, 那其實你就可以用同樣的邏輯想就知道。 那所以說這裡你可以看到的是一個, 為什麼在這邊其實大家開始嚴重的懷疑, 或者是憂慮的一個狀況。 他是一個電視台或媒體集團, 他本身又是有限系統業者。 那他在這裡就開始可以決定, 他當然把自己手上的電視台放到自己的系統, 但是別人的電視台或別人的媒體, 要不要在他的所旗下的媒體出現, 成為了他可以決定的事情。 換句話說,別人的電視台的, 在你的面前,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面前出現的聲煞大權, 在他的手上。 那所以,這也就是目前令人比較擔心的一個地方, 他會影響到台灣的至少, 可能大概超過五到七百萬人的觀眾的收視權益。 你可以想像的是, 如果這些有限系統業者, 全部都操縱在他的手上的時候, 講一個比較好玩的是, 他是有權力可以決定, 你看得到三立或者是明示與否, 或者是你有沒有辦法看得到TVBS, 或者是中天, 中天是沒有問題, 因為是他自己的台。 那所以說, 這裡頭等於你的收視權益, 你接收資訊的權益已經, 如果講得壞心一點, 已經被他操縱在他的手裡。 那這邊讓我再插進來一個很複雜的話題, 也就是, 各位在他這邊的朋友都知道, 在最近這十年, 台灣最新崛起的媒體財團, 從香港來的一傳媒集團, 也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 蘋果日報一週刊, 他們在過去的三年或四年, 其實已經有開設了他們的電視台, 叫做一電視。 實際上, 他們也一直都想辦法要努力, 進行台灣的有線電視系統, 那可是一直因為某些因素, 沒有辦法用我們台灣的用語叫做上架, 也就是能夠在台灣的有線系統出現。 那最近比較明瞭的原因, 其實就是出現在旺中的這個問題上面, 據傳因為旺中的施壓的關係, 有一些旺中旗下的有線系統業者, 那在這邊使得他的一電視, 能夠正式在台灣的有線電視的市場出現的機會, 完全被扼殺掉。 這個都其實是我們都聽到的一些業界消息。 那這邊來講, 一方面是商業利益, 一方面是同業競爭, 一方面其實又牽扯到了複雜的政治恩怨, 或是等等。 說得對, 我是給你查理的。 到底最大的目的在哪裡? 現在連翁少彤也有一個TVBS, 或是你剛才在說的這些, 真的是在經濟利益, 或是說幕後還有政治利益, 甚至是說, 我剛才開場在說的, 就是中國在複雜, 這些情形你用一個學者, 和你實質, 你有一些學生都已經奮佈在很多這些地方的系統。 你了解是什麼? 我們在這邊先講一下, 還是回到在旺中的這個case上面, 旺旺其實在大概三十幾年前, 離開台灣到中國發展, 然後回來台灣, 然後也許各位了解當初中時怎麼被併購的, 原先其實一般來講, 本來出現的是可能黎智英的蘋果日報, 或壹傳媒集團會把中國時報整個買下來, 可是到了不到四十八小時, 朱陽變色, 變成了蔡衍明的旺旺集團。 那旺旺集團, 其實長年下來, 在產業界, 當然可能產業界知道的內部消息會比較多一點, 那他一向以食品業為出身, 那但是他在其他的, 可能甚至在對岸投資的一些產業, 有一些情形其實是非常不清楚的, 那但是事實上我們也無從得知他的狀況, 那所以其實這裡面就其實讓我們有一些稍微有一些憂慮, 那但是又無從去追蹤這些東西, 因為資料其實是不公開的, 那即使目前在這個狀況裡頭, 我可以告訴各位的一個狀況是, 其實不管是在當初, 在于建興末代的于家, 也就是于紀中家族的最後的經營, 中國時代的這個家族的于建興, 到旺旺接手之前, 中國時報其實已經是榮景不在, 那他虧損的相當相當的嚴重, 那到了旺旺接手以後, 中國時報其實仍然是非常不好的, 他其實是, 我們都開玩笑, 他是國內第四大報, 但是事實上, 目前來講, 他的銷售量情形, 我想在台灣的朋友, 我們自己非常的清楚, 那旺旺真的, 左眼的, 喜歡的是這塊, 他的集團裡頭的這塊大肥肉, 叫中天, 那, 所以, 實際上, 中天的某一些頻道是賺錢的, 那, 中天他當然要掌控新聞台, 那, 這裡頭, 也就是旺旺集團, 為什麼一定要接手中天的問題, 那, 我講了啦啦渣的這些是說, 那, 那, 事實上, 對, 中天即使是有賺錢的, 可是中國時報其實情況非常非常的不好, 這其實在某個場面上面, 其實, 尤其對一個其實非常, 呃, 其實虧損嚴重的媒體, 他其實是要靠錢不斷的在燒的, 那, 這樣子不停的燒, 而且, 呃, 燒, 而且是已經快燒了三四年, 其實有的時候, 呃, 這裡頭, 呃, 我們可以說, 我們很讚歎, 旺旺集團非常雄厚的實力和財力, 但是, 一方面, 呃, 在看到他背後的一些不明的一些財務背景和企業背景, 或者是他的一些股東因素裡頭, 其實,呃, 我們就不得不懷疑他本身, 他到底的一些因素, 呃, 背後還有一些什麼樣的因素在裡頭, 就我們不得而知, 那,呃, 那, 那, 回到了另外第二個焦點是在, 為什麼像, 蔡衍明的旺旺, 或者是HTC的王雪洪, 他為什麼要TVVS, 好, 那這其實, 就開始,呃, 在普遍業界裡頭, 或者是我在了解一些我在業界的學生或同學, 我的了解是說,呃, 呃, 這些大企業其實他都必須要,呃, 現在都著眼在中國市場到中國發展去, 那,呃,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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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其實變成了,呃, 手上擁有媒體對這些企業來講, 變成了一個, 好, 一個籌碼, 呃, 或者是一個,呃, 很好的一個吸引力去招攬,呃, 呃, 對岸的政府告訴他, 我是一個實力雄厚的企業體, 我本身甚至有媒體, 那所以, 這其實很多是在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讓台灣的媒體,呃, 呃, 呃, 企業財團, 他現在非常興趣雄厚的想要去擁有媒體, 那他的媒體,呃, 呃, 呃, 是他一個,呃, 去吸引, 對岸政府, 呃, 給他一些貿易優惠, 或者是商業利益的一個非常,呃, 呃, 大的一個招攬因素在裡頭, 那所以, 王雪宏其實並不是,呃, 對, 他手上並不是只有擁有TVBS, 他是把TVBS的香港公司TVB整個, 其實入主股東, 他現在目前是香港總公司的最大股東, 所以這其實呃, 呃, 這個狀況,呃, 就在這邊, 我們可以開始可以看得出來, 呃, 一些,呃, 屬於一些政治的, 或商業的一些關係, 這裡面有政治的利益, 也有一些他商業的一些,呃, 利益在裡頭, 說到這個節目, 很多人, 都, 無聲了解說, 所謂的, 致入性行銷, 嗯, 說到, 說到, 廣告節目話, 或是節目廣告話, 啊, 在那個無聲中, 其實, 我們這些, 無口的觀眾, 讀者, 或是說聽眾, 就是, 讓這些無聲聲, 你是不是可以用你學者, 還說你在那個業界, 你會了解, 在台灣的, 這個致入性行銷, 這個嚴重性, 和它的報名性? 呃, 在這邊首先, 要跟各位解釋一下, 什麼叫致入性行銷, 致入性行銷, 其實指的是說,呃, 呃, 可能是商務, 或者是商品的訊息, 被摻雜, 在,呃, 各式各樣的節目中, 可能是, 娛樂性節目, 可能是戲劇節目, 或者是電影裡頭, 呃, 呃, 這個在, 其實在美國, 已經是長年的, 都行之有年的做法, 呃, 因為, 我想各位都不奇怪, 最著名的例子是,呃, 007電影, 007電影裡頭, 各式各樣的, 呃, 比如說,呃, 呃, 007情報員開的跑車, 其實可能是, B&W, 或者是Benz, 這種東西, 其實都是致入性行銷, 那, 這個東西, 長年下來, 都並不是什麼違法的事情, 那其實, 呃, 各位其實看很多的, 像台灣的戲劇節目, 或韓國的偶像劇裡頭, 它有很多的景點,呃, 或者是, 韓國的商品, 或台灣的商品, 這其實都也不是什麼違法的事情, 但是台灣現在最嚴重的是, 在新聞節目裡頭, 也出現了, 致入性行銷的狀況, 呃, 我舉一個簡單的case, 可能各位都不會覺得, 可能也不會覺得, 有什麼奇怪的事情, 可是, 當你, 一閃而過的時候, 其實, 你已經看到, 致入性行銷信息, 在台灣常常出現的狀況是, 告訴你,呃, 某一家好吃的,呃, 日本料理, 或者是拉麵, 或者是, 烤雞, 或者是牛肉麵, 齁, 然後, 攝影師帶著, 就文字記者, 攝影記者到店家去拍, 然後拍著, 拍著, 烹煮的過程, 然後訪問厨師, 老闆, 然後, 然後, 訪問顧客, 呃, 呃, 你, 直覺上, 你第一個可能會覺得說, 這只是美食新聞, 可是, 我們其實, 要在這裡告訴各位, 你可能已經看到了, 居住性行銷, 原因是什麼? 你難道不會問說, 天底下有這麼多拉麵店, 為什麼要訪問這一家? 哦, 天底下, 有很多的烤鴨店, 北京烤鴨店, 為什麼一定要訪問這一家? 這其實, 各位, 你有沒有想過, 居住性行銷, 而且它現在是掺杂在新聞裡頭的, 或者是, 哦, 有一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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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像旅遊新聞, 呃, 比如說, 來說, 告訴你, 呃, 呃, 現在 drive locked, 呃, 國的, 呃, 旅行團的團費, 現在可能會下殺, 可能三萬元, 兩萬元或者是大折扣, 呃, 那呃, 這些東西,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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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这个在台湾大家都不奇怪 也都知道的 县市政府 他要办活动的时候 他可能有 技术性行销 我不能够 讲得太明目张胆 某些县市 他办一些活动 比如说像中原的 普渡的文化活动 妈祖的什么活动 县长一定会出现 我觉得 我提醒大家 为什么那个县的县长 一定要出现 你可能就不知道 这可能就是电视台 已经跟当地的县市政府 已经讲好了 这是一个技术性行销的 一个新闻 所以说 这些很多时候 在你这边的观众 这边的观众朋友 可能不了解 以为就是单纯的新闻 可是你完全不晓得 这其实就是技术性行销 在台湾现在严重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有很多学生 为了保护他们的工作机会 他们私底下 有的人是在一些新闻台 当编审的告诉我 他常常 有的时候 如果是一些 比较不重要的新闻时段 他可能 他手上主编的 十则新闻里面 可能有七则都是 技术性行销 或者是另外一个术语 叫做业配 叫做业务配合新闻 这种东西 那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违反新闻的规则的 因为这些都是一种 讲白了就是一种制造新闻的一些东西 现在郭导天来你的专业 其实我没有去讨论新闻专业 但是我这段 因为我在台湾电视报信文 主持节目一些 包括库音节目 我感觉 在台湾讨厌 是一回事 你跟股心 我没有告诉你们就要怎么办 我接着什么 没有说我一段队 包括ASAC 包括 是多这些practice 但是你跟没有一个电台 像你所说的 它就没有让你一种 就像你没有这么做不行 所以让我去 去笑脸就是说 我一生最尊敬的一个 新闻同业员 就是这个 美国已经贵心的这个 我就是靠开 我记得一句六号年代七号年代 我最爱看的就是CVS的晚间新闻 他如果报信文以后 他都说一句话 做结论说 and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 is 这句话对着他贵心以后 大家都告诉他 他是美国最受人信任的一个 不是只有新闻政府 是整个 所以他在这个专辑 他说 the death of trust 所以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台湾 包括在美国 要找这种的坚持 在这种 就像说 that's the way it is 的立场实际很少 所以你用你一个 90年 你学生出去都在外面 在实质操作 你觉得说 还有什么东西 在台湾的电视里面 可以有些人 真的这样做 还是说 咱就没有一些 你看台湾现在很多 特殊 那都是整个 那整个 五六个 大家就一样 分整个 外地人说 他可以上床 地点 海底 所有的 大家都 你用一个 新闻的 专业 你怎么看这些事情 有 有 目前这个状况 我们先回到 Water Cronkite的 case 目前的美国 新闻界 其实 已经回不到 Water Cronkite的时代去了 那 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 面对一个问题 是美国新闻界 其实包括美国的 新闻学界和传播学界 都非常提认的是 大家都活在一个 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头 那 至少在美国 他现在至少 做的最起码的是 叫做Market Driven Journalism 但是至少Market Driven Journalism 像CNN 或者是这些电视网 他 在商业导向的同时 他 某种层面上 对新闻规范和新闻的专业 意理 他其实是 还非常非常的尊重 那 只是 这个环境 越来越险恶 因为市场的压力 越来越大 然后其实整个产业 随着美国经济状况 并不是很好 所以其实 整个美国的新闻产业 其实我想各位也都知道 平面媒体其实 面临倒闭的也非常多 那你甚至可以看到 随着市场的压力下 我想各位最近可能 在这边的台湾观众 可能比较了解的是 最重要的Case是 NBC最著名的 曾经节目Today的主播Anne Curie 就突然就这样子 拨了担任主持一年多之后 就解质掉 因为 实际上是他的市场反应 不是很好 他的收视率 自从他接了Today之后 他也并不是很好 那Anne Curie的 等于是说下台 然后换别的主持人 这只能证明的是一个 在市场环境下的一个 变成一个法则和因素 那换过来来讲台湾 这也是一个 变成是一个市场更险进的环境 台湾所有的媒体 其实实际上环境都不是很好 等于是说 他们的处境都并不是很好 那名嘴的问题 其实也是在 如果你把它放在市场的 这一环来讲 以这样的市场导向的 新闻环境来讲 变成无可厚非 那刚刚陈仙有谈到的 所谓的有些名嘴 天文地理 民意鬼怪什么都说 那其实是一个市场的悲哀 我不能够讲 我觉得说回到台湾 这个对同业 即使我是在学界 他们是在业界 那有人什么都喜欢说 有人说的乱七八糟 那幽浮鬼怪讲的 然后外星人讲的乱七八糟 这都 这当然 可是当然 我想这边的各位观众朋友 你可能会不了解 你会下巴掉下来 它的收视率的确很好 那这反映的是什么 这其实就是一个市场一个很奇怪的因素 那由于这样子的一个前因素在里头 那你可以看到的是 环境越来越险恶 于是从我刚刚所讲的 居入性行销 道 名嘴 这些争论节目的话题等等 甚至收视率的问题 反映出来的是 这个环境其实越来越不好 那 我们其实又回到了最前面 我们为什么要对望中这件事情 有相当极大的反弹 在前两天我出国的那一天 冒着风雨大概有 全台湾大概七八百位的大学生 到民权东路 台北市民权东路六段的 旺旺中时媒体大楼去抗议 抗议的不只是言论自由的压迫 以及一些垄断 还有的就是那种 垄断之后的 烂的 品质不良的 甚至是 违反新闻或传播原则的一些东西 那随着市场竞争 市场至上的原则之下 他会越 在这样子的一个 以唯利是图为市场导向的新闻走向 会把整个环境弄得更败坏 那我这边其实最后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像旺中这件事情 各位在此间的朋友千万不可以用蓝绿的 那个思维去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旺中的事情早在去年 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们传播科系提出之余 在前一年的时候 他开始传出这个丰盛的时候 领衔出来提出之余的是台大经济系的教授 郑秀林老师 他当初就讲到的是垄断的问题 那我们新闻传播后来讲的是 垄断之后呢 垄断之后的是 以市场为导向法则 所看到的一些浮烂和品质的败坏 整个环境的败坏 这些甚至都还没有跟政治有沾上任何的边 你现在如果以蓝绿的思维来看这个议题 你可能会让旺旺中时会非常的高兴 他可能现在非常希望用蓝绿的思维 希望你用这种思维来思考这件事情 事实上在台湾有非常多的 已经有非常多不分蓝绿的媒体人 学者以及甚至社会大众 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反感 而这些问题绝对不是政治问题 而是你可以想象的是 先把政治抛在一边 你看到的节目品质 你想看到的节目 你的自由表达的权利 甚至到最后 你可以去公开批评别人 这些东西 还有你的一切的创作的自由 在所谓的市场至上原则的大帽子之下 然后冠冕堂皇的 他把你踢进垃圾堆里面 不把你当一回事 甚或者是如果他严重的威胁了 你严重的威胁了大帽子生存的时候 他甚至诉诸于法律手段 比如说在前上一个礼拜 中研院的研究员黄国昌老师去抗议 中国时报集团疑似制造了 我不能说是制造或疑似 有一则新闻是谈的是黄国昌老师的问题 后来经过清大的一位研究生叫陈维廷同学 可能指证说这一则新闻有非常奇怪的疑点 那昨天中国时报的一位高级的编辑主管叫林曹新 居然对清大的这位学生陈维廷按您提告 那我必须要提醒各位在此间的朋友 言论自由表达的自由和创作的自由 和你这些都是你最重要的人生的一些最重要的资产 这不是蓝绿问题 那这些东西当你回头来有一天发现 你受够了你现在看到这些问题 可是你已经没有解决知道被垄断的环境 给整个主宰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一个更健全的环境 我们只能够关起门来自己拖鸟 这是你可以想象的一个环境 或是这是你要的一个环境 那我想这是我们大家应该要好好思考的 我们今天很开心 品浩在这里 让我们30分钟而已 但是非常清楚 台湾现在的一个环境 有很多这些问题 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 大家因为生活都知道很清楚 看久就知道 所以不可以说民主所说的都是真的 不可以说新闻没出的都是真的 你看自己就要有很好的判断来 我是觉得我们这不是一时就能够解决 但是相信我们专公的背心 包括都来海外 大家如果对这有关心 对这让上有继续在这个境界中间 我们可以大家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我相信一定的经营会更好 谢谢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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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兵不客气 谢谢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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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兵好